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8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从华盛顿总部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两会期间高于备旅游 见到朋友图真情 四川公开宣判讨刑农民工引发谴责 中国热评双鸭山事件引反思 华企豪购海外资产存也有 被判刑后 因病获准监外执行的中国知名媒体人高于 近日于中国全国两会期间 被两名北京国宝的陪同下被旅游至云南 并在大理与两名异见人士王立宏及许辉见面 以下是杨帆的报道 中国知名媒体人高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 积压一年7个月后 因健康原因被批准监外执行 在刚刚过去的两会期间 和许多其他维权人士一样 高于也被旅游去了云南 在大理与高于会面的维权人士王立宏 3月18日向本台表示 他走到昆明的时候 然后我们联系上 来以后呢 他就给我发了个微信嘛 然后我就过去了 他们在那吃饭呢 结果我一看呢 跟着的那个国宝呢 是我的 我们开玩笑叫客服经理嘛 就是在北京专门跟我的那个国宝 我们就一块吃了点饭 本来我们还说给高大姐安排一个海景房嘛 好好住一下 结果到凌晨的时候 听说他们就接到北京方面的电话 直到跟我见面了 一早对高大姐往立江里边走了 就不敢让我再见了嘛 王立宏告诉记者 吃饭期间 高于谭级被关了一年七个月 还因为案子连累亲人 感到十分愤怒 他精神还好 当然就说关了他一年七个月嘛 肯定很愤怒嘛 当局也没有任何他的什么证据嘛 觉得他还是挺有影响力的 要整他嘛 所以最开始把他儿子也抓了 所以他没办法 他就那么一个儿子嘛 而且呢 他这次出来是他弟弟陪着出来的嘛 然后他弟弟在他进去以后 也是着急嘛 一下就得了那个肾癌嘛 他们就姐弟俩 关系很好嘛 他就非常生气 高大姐说他在里面 术术筋梗嘛 就很危险嘛 与彤也给他联系的 上那个德国去看病嘛 但是当局就一直不让他出去嘛 据悉 目前高瑜已在北京 获惠于当地医院住院治疗 关注事件的德国媒体人苏宇童 3月18日向本台表示 虽然高瑜被旅游是当局一贯的维稳模式 但这样的行为 事实上已经戳破了他们自称自信的谎言 高瑜他本身就是有质疑在身 可是因为担心他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或者是媒体去找到他的家里 那他们其实做了万全的准备 就将所有的运动到他们名单的 这样的民主人士都送到北京之外 这个就是他们要做到通常铁壁的防御 这些人接受采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杨帆的采访报道 中国首部慈善法在刚刚结束的 全国人大会议获得通过后 对社会的影响也立即显现 由三名律师发起成立的 帮助冤案家属筹措律师拆旅费用的 吴昌龙法律援助基金 日前宣布停止运行 同时注销了所有售款账号 以下是杨帆的报道 在3月16日 第12届中国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 中国首部慈善法或高票通过 3月17日 由李金星 王兴及张磊三位律师 发起成立的吴昌龙法律援助基金 宣布停止运行 该基金原名超期积压案件法律援助基金 成立于2013年 初中是帮助一些在今年的申冤中 几乎耗尽财力 家庭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冤案当事人的家属 筹措办案律师的拆旅费用 后扩大范围呈吴昌龙法律基金 面向国内公开小额筹措资金 用于对冤案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拆旅费用 几年里 既经先后援助或参与援助了 福建吴昌龙被以爆炸罪名积压12年无罪案 湖南欧阳嘉抢劫无罪案 福建陈夏颖、黄兴、林立峰 三人绑架杀人申诉改判无罪案 贵州阳明故意杀人申诉改判无罪案 福建念兵投放危险物质无罪案等冤案的申诉 和其他一些冤案的辩护 不过 由于新慈善法规定 禁止个人作为主体公开募捐 基金决定停止运行 并发出公告 由即日起注销基金银行账户 支付宝微信收款账号 北京律师张磊3月18日向本台表示 他们不会考虑与有资格的官方慈善组织合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 3月16日发布声明 说中国在2015年起诉涉嫌国家安全 和暴力恐怖犯罪案件数量倍增 反映出中国政府加强前置 和平表达意义的声音 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就此告诉本台 去年中国政府打压人权状况加剧 呼吁外界从人道主义出发 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 中国媒体日前报道 四川郎中公开宣判 八名讨薪民工引发舆论一面倒的谴责 有分析认为 有关做法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是重返文革 中国劳工界也发起联署声讨行动 要求追究欠薪单位 郎中政府部门及法院的相关责任 以下是杨帆的报道 中国多家媒体日前报道 3月16日 四川郎中法院对八名违法讨信农民工 进行公判大会 八名被告分别被以妨碍公务罪 判处6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其中两名被告或缓刑 根据报道 去年8月 百余名农民工聚集在 郎中市学府花园项目部 索要该项目拖欠的工资无果后 前往当地一个旅游景区堵塞大门 不准游客进出 希望以此方式索要工资 当地警方接警到场后 民工将民警围住 并强制将其协制至市政府 引发大量市民围观 有关讨信民工被公判的报道 迅速引发公众极大反弹 舆论一面倒地谴责浪中当局侵犯人权 道行逆施 广东时评人洪巧俊撰文称 公判大会是公然的违法行为 早在26年前 最高法最高检核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 关于坚决制止将以决犯 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 明确指出 将以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是违法的 关注事件的庞坤律师 3月18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觉得这个要应该从根本的 从社会治理或者是司法公正和正业角度 应该去追究那些 屁不支付工资的老板 和资本商的这些刑事责任 因为现在这个欠勋罪已经也入行了 应该是先导这些 可能才能够对社会或者司法公正 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而不是去先导这些考心的人 去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本末导致的一个行为 不管怎么样 这个公判大会 对于我们国家这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倒退 劳工学者王江松3月18日向本台表示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公判大会引起公愤 也触怒了已经沉默许久的劳工界 重新发生 使坏事变好事 现在看起来它是坏事变好事玩一个是吧 极其公愤 我觉得法院对劳工下一步 我以前会有一些积极的推动 因为这人逼到底线了 没办法了 自从那些劳工恩教被抓以后 劳工界都沉默了好久 都没发生了 但是这次我又出来说 发了一个联署 深逃浪中法院的非法 公判讨新民工 现在是签名的特别多 是和歌界特别多 而在3月17日下午 刊发报导的浪中法院已撤下相关文章 但截至目前 官方并未对事件做出回应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云南省鲁电县小冲村 因与政府有土地纠纷 3月16日发生流血事件 多位村民受伤及被拘留 正在北京上访的村民代表陈永旺 告诉本台记者 16日上午 政府人员出动警察和重型机器 闯入该村 他们就看到警察 瓦虎举报现场 他这个150派遣地 他们抢去是一年没给 从去年2015年12月45号 就开始抢 这是第二次发生 就是这种一百多警察 加上接紧黑色会议的头目 坐在场 又把人扎上了 扎上以后送往医院 给中央的一个人 又给拔去拘留 这拔去五个人的拘留 拘留四个五天 现在就下落不明 另一位村民陈先生对记者说 他们到北京上访已经10天 但是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 指村民上访次数太多不受理 继黑龙江双压山的煤矿工人 发起大规模的讨薪示威后 陕西省渭南市城河矿物局的数百名矿工 因被拖欠工资 3月16号上街游行示威 矿工打出 写有拖欠工资 法理不容 我们要生活 我们要吃饭 等横幅抗议 但遭到特警使用棍棒 及催泪瓦斯镇压 消息说有多名抗工被捕 8名示威者受伤 当地工人18号告诉本台 工人的集会行动还在持续 上海东贸国际清访城数百商户 因不满商城的管理人 当方面撕毁合约 强行关闭商城 并切断商户的水电 3月16号集体维权抗议 遭到警方的暴力执法 请看杨帆的报道 一名商户 3月1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们原来这个商场有个老板 我们跟他增长了签合同 然后一直到18年之前的 这些租金都交齐了 包括水电费 包括物业管理费 都交好了嘛 然后呢 这个人后面写款前逃了 中间又冒出一个是 真是管理这个商场接手的 这样子 他一算来就说 他们没收到那个人的钱 就直接听一个 一直通知出来说 该商户表示 16日 众人在商城前维权时 当地警方前来执法 起初态度和蔼 但后来上楼 与商城管理方沟通之后 下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抓人 还粗暴地对待维权的商户 该商户告诉记者 共有五人被抓 有一人据称已被放回 但目前仍联络不上 其余四人至今连关在何处都不知道 他们投诉无门 感到十分彷徨 本台记者 17日尝试致电东茂国际清访城 但网上的公开电话已提示停机 记者转而致电商城所属骗区的新红派出所查询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昨天在东茂那个清访市场那边抓的那些人 现在是在你们派出所这里吧 他们最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了吧 因为其实都找不到人在哪 应该都关掉了 如果没有放回来的话都关掉了 关几天啊 我不清楚 有商户指 他们来到上海打拼 想不到这样一个一线的大城市 竟然也会发生如此蛮横与暴力的事件 因而充满失望 美国社交网站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星期五在他自己的脸书账号里 贴力章他在雾霾笼罩下的北京街头跑步的照片 当时北京的PM2.5浓度超过世卫组织规定的 合理标准的15倍 近年来一直在努力使脸书进入中国的 扎克伯格是因为参加周末在北京 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而重返北京 他的这张照片在中国网民中 引起强烈的反响 有的讽刺 有的调侃 有的网友说 他爬过超级防火墙 只是为了呼吸雾霾 真是太用心良苦了 台湾邦交国钢比亚 17日无预警 宣布和中国大陆复交震撼台湾政坛 正值新旧政府交替过渡 国民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接连召开记者会 护咬中国政府是冲着对方来的 请看夏小怀的报道 刚比亚17日无预警与中国复交 正在中美洲进行久安专案 巩固邦誼的总统马英九 批评此时此刻发生这样的事情极为不当 他强烈不满 各报不约而同刊登马英九四年前出访刚比亚 与刚国总统贾美比赛伏地挺身的旧照 不分蓝绿立委18日针对中刚建交 咨询行政院相关首长 民进党级立委郑宝清质疑 为何中刚建交六小时后 台湾方面才被国台办以简讯告知 完全没有掌握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热线 已经开通 张志军却拒接 所谓的两岸首长热线根本不畅通 对此夏立言答询说 郑宝清追问 520蔡英文上台后 是否还会发生断交的情况 外交部政策令古荣达乐观地指出 外交有其延续性 而且朝野一致支持加强邦交关系 短期内看不出有变化的迹象 但郑宝清泼冷水说 中国大陆曾多次保证不会与刚比亚建交 显然他的保证都是假的 所以讨饶只会换来鄙视 委屈永远不能求全 行政院长张善政抢话说 民进党立委苏正清则质疑 张善政受访时对刚中建交在不满什么 不是早就断交了两年多了吗 张善政说 因为对案曾经答应过 不会和刚比亚建交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也说 有留这方面的通话记录 苏正清痛斥马英九的外交修兵 活路外交完全错误 苏正清说 结果因为一个错误的政策 导致现在我们一个优秀的外交团队 方会了八年 蔡英文则低调发表三点声明 强调区域和平稳定 与两岸关系健全发展 是两岸共同责任 民进党对外政策 就是与各国维持和平 稳定与繁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台湾318太阳花运动两周年 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举办论坛 肯定台湾是适时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而相较于香港 台湾的民主化走得相对顺利 请看苗秋决的报道 2014年 马英九政府 欲与中国大陆签署 两岸服务业贸易协定 引发亲中卖台的批判 因而卷起318公民运动 成为台湾政治的重大转折 甚至促成今年民进党政府 重返执政之路 318至今两周年 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举办论坛 与会者肯定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 接下来应该要正确地理解 中华民国宪法 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吴介明 引用国外学者的观点 表示主权国家是 现代民主政体的前提 没有主权国家 就没有安稳的民主政治 而香港与台湾 在过去20年的政治转型 刚好印证了这个命题 吴介明说 香港不具有国家条件 而且到目前为止 香港人民也没有主张 自己是国家 在客观与主观上 都让香港争取民主化举步维艰 因为它被一个 威权专制的中央控制着 吴介明说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吴瑞仁表示 国家独立 对内才能够自主的选择 想要发展的文明道路 如果被兼并或殖民化 只能够为宗主国的需要 而存在与发展 吴瑞仁说 台湾主权独立 对国际政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中国热评节目 大家好 欢迎您在每周同一时间 准时锁定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主持人景轩 今天来到演播室参加讨论的是 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 夏教授您好 景轩好 那么另一位是时政评论人士 郭宝胜先生 郭先生您好 你好 好 非常欢迎两位 本周我们将要讨论的话题是 黑龙江双压山矿工讨薪事件 和中国安邦保险集团 以130亿美元禁购洗达屋 好 首先我们来看 在3月6日 黑龙江省长陆浩在两会上 谈到龙美集团改革时公开表示 龙美景车矿工8万人 到现在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 没有减一分收入 他此番言论引发 黑龙江双压山矿工 连日来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因为工人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领到工资了 那么目前事件的最新进展 据悉 双压山的矿工们在游行之后 获补发了去年10月到今年1月的部分欠薪 当局仅发放了基本的生活费用 总计2000多元 那么另一方面 双压山是表面是安静 其实戒备森严 到处张贴了通缉令 缉拿这次运动的组织者 好 两位嘉宾 我想看到这个事件 首先我们会问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讨薪抗议事件 那么我手上还有一份资料显示 2014年在中国国内工人集体行动数量是1379起 那么到了2015年呢 就飙升到了2774起 已经达到了2014年的两倍 那么2016年仅1月份工人这个集体行动基金 就已经有惊人的503起了 那么在这些抗争的案例中 其实大部分工人只是在争取他们合理的权利 比如说不苛扣工资 或是按时缴社保等等 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 这些抗议维权行动的背后 反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夏教授先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人讨要欠薪 这是非常合理的正义的 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 像这种事情呢 如果不是因为陆浩在外面吹牛 睁眼说瞎话 那也不至于激发工人这么大的愤怒 进行这么大的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 其实据我所知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这个罢工事件在中国成出不穷 但是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律不予报道 而且各个地方呢 要么采取安抚的手段 要么就采取镇压的手段 那么大家知道过去中国的宪法里面 是允许工人罢工的 但是后来取消了这样一个条款 就是过去工人的合法权利 现在变成了非法的 就是说你罢工本来是一个震荡的权利 工人只有在极其不合理的情况下才会罢工 而且中国工人应该是全世界最能够忍耐的 就是实在到不得已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所表达 那现在你看这个人家几个月 有的据说是半年都没有领到工资 而且那个地方的生活的压力非常大 冬天连取暖的这个钱都没有 那你的工人有的家里边长期的没有取暖 那你是不是要活活冻死 所以这真正危害到人的这个生存 也就是说他们真的不仅仅是人权 而是一个就按中国政府的做法 也是最重要的人权 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 等下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怎么这样子表达 当然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他们那个口号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活着 我们要吃饭 就是我们连生存下去的这个权利都没有 所以可见就是已经触及到这些工人的底线 最根本的 当然这次工运呢 它背景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下行 放缓 然后这些产能过剩 能源产业大规模的这个缩减 国家发格委他有一个通知 就是说将近有300万的这个钢铁 还有煤矿的这个员工将要这个消减 有大概成千上万的这些钢铁厂 煤矿都要关闭 这是一个经济的一个背景 对 其实你要仔细分析一下 这些大国企 当他们盈利的时候 就是经济形势对他们好的时候 挣了很多的钱都上交给国家了 国家拿去干什么了 一个企业如果是国企的话 那么在盈利的时候 那个盈利的就是有没有一些 为工人未来的这个失业 或者是养老 医疗保险奠定一个雄厚的经济基础 那么假如说你都交给国家了 那国家就要负这个责任 是不是 那经济萧条的时候 产业产能过剩的时候 这是谁造成的 还是国家产业政策造成的 国家一段时间里边 对某些产业要求 它达到什么样的生产指标 不断的扩张 比如说钢铁行业 对 过去有个一段时间 政府就要求不断的扩张 那扩张一定规模了 过剩了 那你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所以国企 它既然不是市场经济 不是由这个私营企业老板来决策 那就应该政府负这根本的责任 像这种情况的 就是说 政府没有事先做这样预警 就是说一旦 工人一个月工资发放不出来 就应该 就是采取紧急的这个救援行动 怎么可能等到连续几个月 甚至半年都不发工资呢 对 现在这个事情啊 虽然说这个工人停止了 这个游行示威之后啊 我们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现在有数百名警察 封锁了这个双压山的市中心 并且是在室内张贴了海报 是什么通缉令 通缉呢 至少有75名 它上面写的是犯罪分子 那么这些犯罪分子的面容 都是抗议活动时候拍的一些图片 那么这次讨薪事件呢 是工人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维权 那么之前官方也有定性说 这次是理性温和范围之内的这个群体上访 那为什么再又被定义成了这个犯罪分子 我知道这个郭宝胜先生 您是六四之后第一批走到这个工人当中维权的 而且还因为这个事情是判了刑 我想先来听听您的看法 对89年之后呢 我们北京这些知识分子认为89年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没有跟工人农民结合在一块 所以我们作为第一批的大学生到广东去 在深圳我们给工人维权 我们组织了打工者联谊会 出版一个打工广场 帮助他们讨薪 还有些工商事故索赔 形成了一个出行的一个独立工会的样子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把我们给抓起来 然后定的罪名是非常大的 就是一谋颠覆政府 不是煽动颠覆政府 是一谋颠覆政府 就是法电刑是十年以上的 因为在政府的眼里 这个工人运动是比学生运动更加危险 因为在群众基础很大 这次双眼山一起来就几万人起来了 双眼山一闹 然后那个辽宁那个通纲也都起来 可能全国其他地方也要起来 所以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定性是非常严重 你看这次这个他们讨薪的维权的 一个国家的发言人说是个温和理性 但是实际上他们出动这个武警 还发这个通缉令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就是颠覆分子 抓起来肯定是要研判 这就是把一个工人的正当的一个维权行为 他们定为这个颠覆行为 就是根本工人的这个合法权益在中国 得不得把照 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很明信 都看出了这个事实 虽然国家的宪法说 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 号称是无产阶级领导 但是受迫害很严重的 恰恰就是这个无产阶级 夏教授 工人要讨要自己的工资 这怎么成了犯罪呢 你说任何一个活动 那总是有人联络 组织联络 这个有什么错呢 对吧 那假如说 这个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过去共产党 闹革命 也是工人运动 他也是说搞工人运动 也是说工人 如果这个发现工资不公平 待遇不好 他就发动 所以他自己最清楚 这是搞工人运动起家的 所以他是出尔反尔 对吧 然后现在呢 你说这个他有一种恐慌吧 因为这个双家山之后 紧接着这个吉林 长春 通刚 也马上就付出行动了 那这种连锁的效应 可能会遍布全国 现在的网上 大家纷纷都说 说这种情况呢 不会说是最后一期 他会 他也不是最初的一期 他是不断地要延续下去 可能规模越来越大 那共产党是非常恐慌的 他就是过去搞过 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 他深知这个 这种摧毁的力量 所以说现在他已经调动军警 这次附近连哈尔滨的人 军警都去支援 对吧 所以这个铁路 包括有些工人 要阻拦轨道交通 那么好多警察 我们看了很多的视频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已经 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人 你再就 媒体不去采访 官方的媒体没有去采访 但是呢 这些参与的人 他们自己可以把这视频 立刻发上网上 让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我们很快 基本上在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些 视频图像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再想完全封锁 压制是不太可能了 对 我觉得这次工人运动 完全有可能的扩大 还不像我们90年代初 在南方 那个主要是针对外资企业 还有那个港资 台资企业 一些私人企业 这次是国营企业 他们知道这个背景是 官官相护 然后主要是政府 所以他们提出的口号 是共产党还我们的钱 他知道这个政府在犯错 而且他们的没有工会 劳工权力的保障也是原因 所以现在的这个工人的 认识水准比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都大为提升 而且现在经济下滑的话 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大的一个工潮 完全有可能 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对中国的 这个维权运动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问责制 就是黑龙江省省长陆浩 这样胡说八道 事后他虽然也表示抱歉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非常让人匪夷所思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要严肃处理 为什么要等以后 再发生这样的事件呢 这次就应该严肃处理 包括他本人 我不知道中央 有没有这样的这种 比如省部级的领导干部 你怎么来问责 如果你自己不能够 这个引咎辞职的话 那么应该给予一定的处分 我觉得这种情况 就可以要求陆浩 作为省长辞职 如果要是不辞职的话也行 一个是在电视上公开道歉 另外还给他一个处分 这才叫严肃处理 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对 要有问责制 那郭先生就像您提到的 现在是中国因为经济下滑 导致的这些问题 那现在工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而且这个劳资矛盾是日益尖锐 您觉得这个政洁究竟在哪里 政洁主要还是劳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因为这个经济下滑 各个国家都有 包括美国 但是美国有一系列的 保护劳工权利的一些法律 还有一些机构 所以无论经济好经济坏 他的这个工人的生存权利 都会得到保证 在中国工会 有个中华全国总工会 那是政府掌管的 根本不是替工人来说话的 跟政府站在一块 所以一旦工人出现这些权利受害的情况 他们无处深渊 只能进行游行示威 但是游行示威 他们又视为颠覆政府 所以政洁还是在法律权利的保障 这个机构相应的法规 没有实施出来 所以需要自己来争取这个权利 那夏教授 您觉得中国的劳动合同法 可以保障中国工人的权利吗 当然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劳动合同法 根本就不是通过工人的 这种权益性的组织 比如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 没有真正的 就是替劳工大众来争取权益 包括工资谈判 福利 待遇 各个方面 劳动保护 那么中国的工会是形成了一种 行政机构 成了一种权利的象征 就是党政工团 它是坐在资方一边 而不是坐在劳工一方 所以这个本身就跟工会的阻止相悖 另外这个劳动合同法 当时是政府出台的 它基本上是站在政府的角度 它有的是个条款 是超前的 过度的保护了劳工权益 这样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明明是做不到的事情 它来 结果它其实是 它针对的对象是谁 是私营企业主 它不是针对国营企业 这个资方 或者是国家这一方 而是针对私营企业 所以私营企业被劳动合同法拖累的 私营企业纷纷的垮台 成本太高 难以维持运行 然后呢 遭到官方的各种各样的打压 所以民营经济在中国是奄奄一息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近日这个中国安邦保险集团 向美国喜达乌国际集团 发出了斥资130亿美元 进购几家分公司的邀约 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那么英国金融时报 中文网3月15号报道 总部位于北京的安邦集团 向拥有喜来登 瑞吉等品牌的全球酒店业巨头 喜达乌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 发出一项近130亿美元的 现金的收购邀约 那么我们来看 据报道说 这个安邦集团是拥有一个 强大的政治背景 在2004年 吴小辉创立了这个安邦保险集团 那么他的妻子 就是中国前领导人 邓小平的外孙女 那么这样一家 有政治背景的集团 大手笔的在海外收购 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是在炫耀吗 夏教授 他是一种权力的炫耀 安邦的这个掌门人 据说是陈小鲁 就是陈毅的儿子 但实际上他只是掌盘 并不是真正的决策人 他背后有很多权贵的子女背景 除了邓小平家族 还有王震家族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家族 所以这个有关的外媒 曾经做过相关的报道 他们在前去年 他们收购了非常有名望的 100多年的一个老店 就是华尔道夫大酒店在纽约 它具有这个象征性的历史意义的 当年李鸿章到美国住的最好的酒店 就是这个华尔道夫大酒店 那么这些以国家的这些权贵背景 来组成的这种资本集团 来收购这样的 在海外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这个酒店业集团到底目的在哪呢 我觉得一方面呢 它好像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 它好像我们要没吐气了 第二个呢是让中国的国内资本 尤其是官方权费资本 能够用合法的渠道 转移到国外来 这里面有没有洗钱的嫌疑 第三点呢就是说 他这样的做 他并不是说因为 他这个安邦集团是一个 已经有基础的 从事于这方面的一些集团 他根本都是靠权力获得资源 然后没有在这个行业方面的这个业绩 所以他收购只是靠钱多 那么假如说国际上 我们看过去成功的并购案例 一般都是在某个行业中 已经很有声望 赢得了很好的业绩之后 再去收购其他的产业来扩张 这样的话呢 给人感觉是值得尊敬的 而像这样的话 动用国家的 尤其是权贵资本力量 去收购一些成功的行业标范 我觉得这个是 你自己造不出像样的品牌 只有靠收购别人的品牌 来建立你自己的生育 这是很可耻的行为 那么说到这里 中国政府其实近期出台了很多 防止中国境内资本外流的一些法规政策 但是同时呢 这么多有政府背景 或者是高官子女的企业 大手笔的海外收购 郭宝胜先生 您觉得这显示了什么问题 这种大手笔的收购 会不会引起海外市场的恐慌 对 最近很多海外的经济媒体都报道 就是今年以来 中国大手笔的并购 收购很多海外的企业 至于这个分析有几种原因 一种是像中国一些大的民营企业 他想看到欧盟 美国一些很好的增长的前景 他来投资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太子党 还有权贵 他们要获得一个 把他的才艺更加的优化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率退 经济下滑 他要造这个西方市场 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 第三种呢 也是这个最危险的 就是经济统战 他们在这个美国 台湾 香港 把他的重要的一些经济密脉 给掌握起来 重要的产业 来掌握股份 最后再通过经济的统战 渗透之后 掌握整个你们国家的一个密脉 前不久 中国的一个大集结 要收购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那很大的手笔 结果美国的40个议员 给美国财政部写信 就是拒绝了这样一个并购案 还有一个笑话 就是曾光彪 说要收购纽约时报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呢 他造势已经造了很大了 对 还有就是这个 这种媒体产业的收购 是中共的一个长期的战略 去年他们就是台湾 那个东森电视台 要准备收购 那那个当时的政府 差点就给收购了 后来因为民间力量的反对 收购东森是停了 但是香港的这个大部分媒体 全都给收购 香港的基本上每个产业 都是这个重要的命运 都是比这个中共的 国营企业给控制的 所以一个把整个经济秘密 控制了之后 你的这个政治社会 它都基本上都给控制 但是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这样的收购是对全球经济有害 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过去的那些成功的企业 他们都是经过几十年 上百年的这种竞争 产生了很好的这样一个运行的基础 才取得那样有名的品牌 对 而中共呢 就靠这个雄厚的资本 尤其是权贵资本 或者讲国家资本 来收购了这样的一些集团之后呢 他们经营不散 慢慢就会让原来的良好品牌下降 甚至就完全丧失那个品牌优势 我举几个例子 前些年 这个联想集团收购 这个IBM那个电脑业务 对 现在呢 就已经差很多了 还有呢 就是那个沃尔沃 被那个吉利集团所收购 沃尔沃以前在人们心目中 是一个高端的 是一个安全 特别有保障的这个品牌 对 现在呢 考虑到中国经常出各种各样的事故 对这种品牌的信任度已经降低 所以我很担忧 就是这些国际著名品牌 时间长了以后 会不会产生其他的这种 就是堕落的这种效果 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讲 收购这样一个酒店集团之后 是不是对中国的官员 包括他们的子女 一些权贵阶层 他们以后到美国来 或到世界上其他国家 他们的行踪 就会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不会被外界所知 包括进行一些肮脏的交易 私下里面搞成内幕 这些东西可能隐秘性更强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中国热评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